国际合园站已经开始重工 未来相关的道路整个也受到民众的记忆 尤其是国际的车 哪里可以开派行快速道路 这些向定期间的连接已经加快 李维林英文就邀请高通部 到军林来行丢查研究可能性 我们在农委会已经讲过了 整个的高铁两侧三公里 要发展绿色廊道 这个地方现在很多都封建了 这样的和农委会这个搭配之后 这个整个地层下限的用水抽水问题 就解决了 这些如果都处理之后 我认为这个也相当值得严厉 国际在军林的第三个问题 李维林英文提出和其他保护政策 好准配下的看法 希望高通部可以解决 不过部长对这项问题 还是是保留的态度 因为这个地层下限的问题是不是有效 可能也要一两年才能够知道 所以也要评估一下 这个一时之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现在还不能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用便道的方式 现在还没有 过分的路段 过分的路段 虽然地层下限会影响到道路的问题 不过理会和民族有计划有建议 高通部也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们希望高通部就像这样 这个方向的路上是不是 可以有另外一种地带路 这个分任管政府呢 现在都有报告 希望我们应该来申请补助 我们应该来做这条的计划 所以这个问题能够好吗 还是说要做这条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和管政府 配合委员这里 大家再来研究 这条是我真是土地 这条有第三下方的问题 要怎么做 这可以让用路人 走到顺势方便 就看上官单位 让上次感如何合照 如何整个月了 去这凌一凌 猜方报道 谢谢大家